讲别人一辈子所做的公众 我们尽量多读书 读书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你能否认为读书比赚学还更有用 所以记得 不论是买一家 过去的我们的老土 这些给我留下来这些迷人 记在那里 好好的去读书 读书以后好好的想 然后想了以后 我能够想明白 都想明白了以后 我非常幸福 不是就所谓 独习 所以这个 没有那什么 病或是生病 病有心生 心有病 我们的病 很多的毛病 心灵的作用 逃避 我有一个敏感的认识 这个敏感的认识 叫艾伦 这个艾伦 这个艾伦 厉害的时候 整个身上去说人话 不但外面几分 连礼盒都几分 这就是我当时 有我两个好朋友 一个人自杀了 一个人生病 两件事情凑在一起 这两件事情 都不得打击不得了 当我 建造这么好的朋友 一个病死 一个大病 当天晚上 我全身一起疯狂患 我不知什么病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当我去看一个医生 医生说 你不但外面有这个 你理由都准了 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伤心 让你这么难过 让你气败 你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allergically 太厉害了 这个叫做敏感 敏感 叫allergy 那么这allergy 你只有吃圣经的药物 让你不要药药凉转 所以 这敏感答题来的 心生 真心的 心生 这个真正的 念就生了 念由心生了 这个病由心情 心若不生 你病都找出找 不知道吗 但是 谁心不生 不生 不可能 记在脑子里还记在心里头 到现在的原本能够清楚 记在哪里没有 只有讲文师的话 这叫第八十 赞拿 受群之主 根深情 所以我们死的时候 八十钟头以后 这一个心才走回 当我们没出生的时候 我们这蜥蜴就在那看着 父母在吃饭了 然后我们蜥蜴都不进入胎儿 所以去后 去他最后来先 还没有入年才能最先来 这个东西到底什么东西 他是我们的主能功 我现在能够讲 是我看了多少年的书 是我打了多少年的作 是我想了多少遍 来先让他先来 所以当我要死的时候 他最后 我已经全身都冰凉了 也没有呼吸了 医生宣布我死亡了 我那个东西 我那个东西 滑了多少遍以后 才离开我 所以去后完先 就是我叫主人功的东西 这就是见见是 见可以是见 我能见的 眼角色 我可以把别的眼角色画来做我的 我又能见 所以能见的那个能 从来没有去 使我们能见的这个工具 是眼角色 但是眼角色 我本身不能做 这都是修行的主要 一个主要 一个主要 非常要求 好 佛商 佛商在学佛中 有过不去自己这一段 好像把佛 仰在了商的瓶子里 佛慢慢长大 却被卡在瓶子里 出不来了 佛商经常会做出自相矛盾的事情 学佛要使 经商要佛 如何让佛商明白 经商就是一种大修行 如何让佛商明白 学佛可以 可以让商人很好的经商 有问题吧 好 这是比较普遍的 这什么 这什么 好 养在了商的瓶子里 什么叫养在商 他的意思是说 嗯 商 金商是一种 什么商 金商 他这个商是做马卖 做马卖是需要生 对 他再商量 也要商量 他 好